Hello 大家好 我天天 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篮球 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女篮世界杯 那么看完视频 如果你支持我的观点 可以帮忙啊 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女篮是打了三场比赛 最终呢 也是拿到了其中的两场胜利 虽然说和美国队的比赛啊 是比较遗憾的 赎掉了 但是整个过程呢 我们得到了对手的尊敬 和球迷的肯定 那么接下来 中国女篮将和波多黎各队啊 继续的展开争夺了 那本场比赛也将在 9月26日的15点30分啊 全面的展开 City推伍的体育频道 也将全程直播 那波多黎各呢 在国际范围内啊 是可以称得上是一支强敌了 过去的三场比赛当中啊 是一胜二辅 先是大比分的战胜了波黑 然后呢 又是以64分的巨大分差 输给了美国 最后的三分呢 是西败了比利时 波多黎各呢 能力最强的球员啊 是当属后卫啊 吉兰特斯 过去三场比赛 可以场军贡写20分 八篮板 四足攻击三场段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名 全能的暂时 那身高1米80的他呀 既可以担当后卫 也可以担当小前锋 那他的打法 和中国女篮的李梦 极为的相似 都是本届世界杯的 最强小前锋 因此啊 本场比赛对于李梦来说 绝对是赢了一名超级对手 上一场比赛啊 李梦是面对了美国队 展现出了自身的超强能力 就连美国队的主教练啊 都最起啊 圣赞不已 而本场比赛啊 李梦啊 必然会继续的砍挂切菜 特别是在和自己的角色 几位相近的对手面前 李梦必然也会把握住机会 更好的展现自身的能力 那本场比赛呢 中国女篮最大的优势 莫过于内线双塔组合 要知道啊 波多黎各的实力 最强的内线中锋 霍林希德身高 只有一米九三 中国女篮的二中锋 黄思静啊 都要比他高出很多 更何况啊 韩旭和李月卢组成了双塔 上场呢 和美国之间的对决 韩旭是贡献的14分 齐篮版 命中率是超过了50% 那面对美国队 强硬的内线丝毫不惧 在维尔逊啊 面对连续两次强打得手 除了进攻端表现出色以外啊 韩旭在防守端呢 更是毋庸置疑了 两米07的身高 使得他的封盖能力 是极为的突出 过去三场比赛 韩旭是场均了 两点三次的封盖 充分的展现出了 身体上的优势 而本场比赛呢 对于李月卢来说啊 更应该充分把握住机会 李月卢呢 是本届中国女篮的首发中锋 但是呢 由于体重是比较大的 虽然呢 他的对抗能力是极为的强势 但是啊 移动的速度 却是相对的缓慢的 那上一场和美国队的交锋 李月卢啊 就是被早早的换到了场下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在于李月卢的回防速度慢 完全的抑制不住美国队 而本次比赛啊 对手啊 波多里格呢 无论是身高还是防守强度啊 都和美国队是相差了几个档次的 因此啊 此次的交锋 李月卢绝对可以来啊 自我证明的最好时机 那中国女篮呢 在A族的排名啊 为第二位 目前呢 成绩也是两胜一负 而正位的目标 也是相当的明确 那就是啊 必须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的 那中国女篮在结束和美国队的争夺之后啊 接下来对手的整体实力啊 都是相对的降落 根本呢 不会对中国女篮造成任何的影响 如果中国队始终的保持这样的势头啊 相信拿到奖牌 并不会成为太大的单题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说到这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